真性無趣亦無來 不限陰墮酒色財 身在大海反祕水 哪個枷鎖頓得堪 我們修道的目的在哪裡呢 祈福消災嗎 追求成功嗎 追求健康嗎 那都不是修道 那個叫修福 修道的目的在於見性成佛 就像你到醫院裡面去 我問你問病人你的目的在哪裡 我希望能夠得到健康 成為一個健康的人 那是身體的健康 身體不健康就叫病人 心靈不健康就叫凡夫俗子 六道眾生 心靈健康就是佛了 所以成佛應該是我們的 人生唯一的目標 基本的需求 只是求個健康而已 求恢復你本來的健康而已 不是追求一個很崇高的境界 要怎麼樣能夠成佛呢 見性才能成佛 見前只能掩開而已 成不了佛的 要見到本性才能夠成佛 你見身羅萬象啊 只有落入六道輪迴 問題是本性在哪裡 如何見之 我們要透過什麼樣子的羞恥 才可以見到本性 這就是重點了 真性無去亦無來 真如本性 無去亦無來 他不會離開也不會來 不來不去 我們說那我們掉到地獄的時候 他是 還是不來不去啊 我們掉到地獄 那真如本性在哪裡 難道我們有跟著一起去地獄嗎 我們升到天堂呢 真如本性沒有去天堂嗎 我們從出生到 投胎來到人間 難道真如本性還留在出生道 沒有來到人間嗎 我們要告訴大家 六道輪迴 生來死去 都是妄想 都是妄想執著 都是假象 夢幻泡影 叫假象 好像做夢一樣啊 就躺在那裡 然後周遊世界了 哪裡都去了 什麼事情都發生了 什麼光怪陸離事情都發生了 但事實上你沒有離開這裡一步 沒有離開你的床一步 真相就是這樣 真相就是 但是你從來沒有離開過眼前 生來死去 現當前 只有現在當前 沒有離開過 離開都是幻覺 時間空間都是幻覺 你們有沒有看過一部電影叫做 《駭客任務》 哇打得昏天黑地啊 事實上都在電腦前面 沒有離開過 人生其實就像這樣 所以無來無去啊 真如本性根本不用去找到哪裡去找 通過什麼特殊的方法去追求它 去透視它 去觀照它 我們整個宇宙就是一個真如本性 叫做萬靈真宰 萬靈真宰 真正的主宰 萬靈真宰在哪裡呢 三界十方 無量情緒 無所不在 對不對 萬靈真宰 三界就是過去現在未來 十方 東西南北上下 前後左右 十方 無所不在 無去亦無來 見性是最容易的 就在眼前 就在 身外 就在身內 無所不在 你從來沒有離開過真如本性 你也離不開 真如本性就是一切的一切 其他都是幻覺 天地宇宙只有一個東西 就是真如本性 又稱之為道 所以叫大道 大道無內無外 所以才叫大 大而無外 所以佛家稱之為真如 道家稱之為道 儒家稱之為什麼 浩然之氣 自大自剛 涉乎天地之間 無所不在 這就是所謂的真如本性 無去亦無來 那為什麼我們真如本性 沒有辦法展現出來 因為見性就成佛了 真如本性出來的時候 真如本性有什麼特質呢 清靜 慈悲 發喜 功德 光明 自在 這就是真如本性的特質 好像一個健康的人 能跑能跳能吃能喝 他的身體應該是這樣子 不是躺在那邊不能動 真如本性發現的人應該是這樣子 他沒有負面情緒的 他永遠都是精神抖擞 身體健康 心情快樂 大慈大悲 法力無邊 是這樣子 這就是我們人 應該有的本來面目 我們在座每一位都應該是這樣子 不應該是這麼脆弱的 這麼無能的 這麼痛苦的 這麼憂傷的 這麼疑惑的 這麼絕望的 這麼自私的 這麼懶惰的 不應該是這樣子 會這樣子 因為真如本性沒有現前 如果發揮就好像一個病人 他被病困住 所以他的身體的功能 沒辦法發揮 我們心靈被什麼病困住了呢 不限陰墮 九色財 九色財氣 簡單的說 追求金錢和享受 還有一個氣 因為他 因為七字詩 沒有寫出來 大家心靈身回 其實中國人 比較不會追求金錢和享受 他追求金錢 不是為了享受 金錢就是財 然後享受就是九色 這 不只是九色 是比較粗 粗壁的一種享受 大部分享受 是不會去追求九色的 現在人 那種 知識分子追求的享受 是品味比較高的 名牌啦 精品啦 音樂美術 環遊世界 這也是享受 但是呢 我們中國人比較追求 怎麼樣 爭一口氣 這叫九色財氣裡面的氣 爭一口氣 爭一口氣 為了證明自己比別人強 所以追求成功 為了要怎麼樣 揚眉吐氣 沒有成功 就被人怎麼樣 看輕看無 就為了怕被人家看輕看沒有 欸 掉到九色財氣啊 真如本性 就不現錢了 活得就很痛苦 就永遠病 就病在這個 追求九色財氣 金錢 享受 有人是追求享受 有人是追求出一口氣 有人錢都不花的 這要證明自己有能力就好 心一旦追求這個以後 就像眼睛閉上的看不到光明一樣 不是光明不存在 是你把眼睛閉上 心一旦追求 九色財氣 慧眼就閉上 本性就不能出現 我們就成為病人 不是聖人 成為病人 心靈的病人 那就成不了佛 成不了佛就是人唯一的痛苦 一般活的就是很絕望 很失望 簡單的說就是 氣餒啊 孟子講的氣餒 很氣餒 很泄氣啊 垂頭喪氣 所以活的就很苦惱 那我們都認為氣餒的原因是什麼 你們認為氣餒的原因是什麼 你們認為是什麼 我告訴大家 大部分人認為氣餒的原因 是因為 希望落空 是不是 希望落空 我就很氣餒 每個人都有希望 希望落空的就很氣餒 尤其是發現自己的希望 永遠不可能實現啊 那不只是氣餒 那是悲傷絕望 乾脆死了算了 活的幹嘛了 人沒有希望活的幹嘛 尤其你如果把希望定太高的話 那永遠都活在絕望之中 所以我們人生呢 就活的怎麼樣子 實現你的希望 實現你的夢想 那就是一條輪迴的路 告訴大家 希望落空會失望 希望實現會什麼知道嗎 會失落 他不會有勁的 他實現以後他就覺得很失落 他要開始追求另一個希望 他一直覺得很洩氣啊 很失落啦 高興是一死的 所以我們人的苦惱就在哪裡 你沒有成佛你就苦惱 你沒有見性 沒有見到本性 就像你一個病人 你給他再多錢他還是苦惱 他還是苦惱 因為他病沒有好嘛 癌症他好不了啊 他再多錢有什麼用呢 有什麼用呢 不管你擁有多少的九色才氣 只要你沒有見到本性啊 都是苦惱 苦惱的原因在這裡 成功的人也苦惱 失敗的人也苦惱 失敗的人就活在挫敗感裡面 成功的人活在空虛失落的感受裡面 他們覺得我成功了 可是我快樂在哪裡 幸福在哪裡 沒有啊 所以最後就會追求這個 聲色的刺激 酒色 所以你看西方有很多大明星都酗酒 很多大明星都酗酒啊 他們什麼都有了 但是酗酒 拍一部電影可以賺一千多萬美金啊 他一部電影賺的錢我們一輩子也花不完 酗酒 嗑藥 苦不堪言 所以 不要忽視了 見性成佛的重要性 也不要把見性成佛看得那麼困難 要檢討自己 是不是還是那樣子的人生觀 還是追求財富 追求享受 追求出一口氣 追求成功 希望得到別人的肯定 告訴大家 成功的人不會得到別人的肯定 實在告訴大家 會得到別人的什麼 嫉妒和詛咒 人都是嫉妒的 他看到你成功他不會替你高興的 他一方面怨恨自己沒有成功 一方面希望看到你 眼看你起高樓 眼看你樓垮了 所以那是一條錯誤的路 那是一條錯誤的路 然後我們就一輩子凹進去 兩輩子凹進去 生生世世凹進去 那是一條苦惱的路啊 成功越大苦惱就越大 累積的恩怨情仇就越多 你看現在王家開始鬧了 屍骨未寒 二房三房 苦惱多大 我哪有多大 每個人都分到二十億了 不夠啊 是不是 所以成功是沒有止境的 不夠啊 二十億算什麼 零用錢而已 二十億 我們為什麼要珍如本性獻錢 因為要安慰我們 滋潤我們 飢渴的心靈 我們的心靈需要法水滋潤啊 就像身體需要水滋潤一樣 心靈需要法水滋潤啊 心靈需要的不是金錢啊 不是成功 不是財富 那些都是強心珍啊 那不是心靈的食物 心靈的食物 是珍如 是捏盤 是法水 用法水來形容 就好像水來滋潤身體一樣 只有珍如本性啊 可以讓你的心靈壯大 簡單的說 真正幸福快樂 清涼自在 是要靠這個法水 當然你可能不追求法水 但你總追求幸福快樂 幸福快樂在哪裡呢 你總追求功德無量吧 功德無量在哪裡呢 身在大海繁蜜水 我們就在功德大海之中 到處找水 覺得飢渴 你就像海裡面你嘴巴不張開來 因為像魚在海裡面 對不對 它那個篩不開河 那還是 還是渴死啦 是不是 還是一樣渴死 身在大海你不喝水還是渴死 但我們講的是魚啦 人在大海裡面喝水還是渴死 那個水或是鹽水 用大海來形容 我們都活在什麼 功德之中 就像魚在大海之中 我們都在功德海之中 功德大海之中 就是珍如本性 無極理天 西天雖遠 琴刻刀 魂寒長生不老天 長生不老天 在哪裡 就在這裡 就在這裡 所以身在大海繁蜜水 到處去找水 乾死了 磕死了 然後以為水是錢財 水是成功 水是聲望 水是愛情 水是友情 水是親情 都不是 都不是 水是酒測才氣 對不對 那麼要得到這些我才可以滋潤 那我心 心開意見 那些得到了還是渴 那不是水 那不是水 那不能滋潤你的 看得到的嘛 追求這些 得到人就幸福了嗎 你看到的嘛 當然很多人會說 如果是我得到我一定很幸福 那才怪 沒有一個例外 對不對 這些大富大貴的人 哪一個因為富貴而幸福 那跟富貴貧見是沒有關係的 沒有高尚的道德的人 永遠都不會幸福快樂 所以我們要追求高尚的道德啊 高尚的道德才是幸福快樂的原因 富貴榮華 爭鬥不休 苦惱更大 現在這些企業家爭鬥還好啊 不會刀光見影啊 以前那種宮廷之爭才可怕 才可怕 你看那個呂厚 老公死了以後 又把他情敵 眼睛挖了 舌頭割掉 手腳通通切掉 然後跟豬養在一起 稱之為人豬 一直養到死啊 他也沒辦法自殺 就在地上打滾到死 結果自己也沒好死啊 自己 突然間發現一下 有一團黑影啊 最後就 他大概就得了什麼淋巴流之類的東西 普世的史官啊 說 是趙王如意在作祟 就是這個 被害死這個七妃啊 他的兒子 如意 也被他毒死了 在作祟 不久以後就死了 就是這樣 他死了以後那個 被他殘害的人一定去追著他 不是死了就算了 死了也不會結束的 這就是富貴榮華的可怕 那種仇恨多深啊 對不對 仇恨多深啊 那我們都追求這個啊 我們都追求這個 就陷入很深刻的仇恨裡面 歷史 看太多翻開歷史啊 富貴榮華裡面的 這種陰謀詭計啊 冤恨四海啊 冤仇四海啊 太可怕了 不然我們所有人都追求這個 如果我得到不一樣 才怪啊 能夠得到的人都是英雄豪傑啊 都尚且如此啊 何況你想要說 種個大樂透蟲先掉下來的 保證你銷售不了 所以哪一個家所頓得開啊 哪一個人能夠家所頓開 他用這個家講得很好 有人說我酒色才是為了照顧家庭嘛 為了照顧我的家庭 有正當理由 養家活口嘛 養家活口沒那麼困難 真的有那麼困難嗎 男生難在怎麼樣 比較 要跟別人比較 要比高低 那就難啊 那永遠沒有止境啊 永遠沒有止境啊 所以家所一開啊 哇 功德海先前 原來生命到處洋溢著 幸福歡樂 我們不曉得 因為我們都困在這個 酒色彩氣 家所之中 都困在這裡面 當你不追求這些 所有的所都是心所 心所一打開你就發現 度一切苦惡 捏盤寂靜 我們就看不開放不下 又對那個造成你痛苦的東西放不下 就像一個人 為了負心忍自殺嘛 以前有個明星 女兒不是為情自殺嗎 你為那個 臭男生自殺太划不來了吧 你想不開你 人命都不要了 我們人也是一樣啊 你笑人家為那個 賠償的心靈 我們還不是一樣 我們往往為了一個 這邊講的 成功 財富 枷鎖 就賠償了一生 對不對 就賠償了一生 就整天去想這些 永遠沒有答案的 永遠沒有止境的 就賠償了一生 告訴大家啊 活下去是很容易的 還有一個更容易的事 活不下去 就死了 死也很容易啊 人命脆脆啊 人死很容易的 不像動物死的很難啊 人的靈性很容易脫殼的 你計較的越少越容易脫殼 要應付這個身體是很容易 應付不了就活下去啊 不是自殺啦 最多就報銷了嘛 那有什麼呢 我們要感受的是 真如大海 至於這個肉身 身外之物 這些都是幻覺啊 這都是噩夢一場 當你放開那些的時候 你活著也快樂 你死也快樂 你健康也快樂 你生病也快樂 你窮也快樂 你富也快樂 君子無辱 而不自得已 所以捆綁我們的都是自己啊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困住我們 我們不是一無所有啊 身在大海啊 我們不是一無所有 用這個大海來形容 你所追求的一切的幸福安樂 都已經安頓好 都已經安頓好 只是我們已經把幸福快樂 狹義化了 有錢才是幸福 你一旦這樣想 你就被這個觀念綁住 你就沒有幸福感 有人不認為有錢是幸福啊 自殺的有錢人多的是 他認為有情才是幸福 就追求愛情 追求愛情 得到愛情 我相信失落感一定也很大 覺得有愛情也沒什麼 還是做公益 還是做點公益的心比較安 講一下我要很有錢我才能做公益 哪個仙佛菩薩是有錢啊 孔子有錢嗎 耶穌有錢嗎 孟子有錢嗎 孟子有錢嗎 老子有錢嗎 莊子有錢嗎 都是窮光蛋 我們現在覺得沒有錢 一切免談 幸福就離我而去 沒這回事 所以聖人就是為什麼要視線群窮相 以前古代聖人是視線榮華富貴相 因為他很容易得到福報 姚順宇湯文武周公 到孔子才開始變成窮光蛋 孔子要成為姚順宇湯文武周公 這種富貴榮華是很容易的 他不要 他就是要視線窮光蛋 然後快樂無邊 表現給你看 就是因為我們就是很執著啊 就認為榮華富貴才會快樂 所以聖人只好視線貧窮相 顛沛流離相 困頓相 受毀謊五路打擊相 然後快樂無比 他就證實啊 就是告訴我們 環境對心境是毫無影響的 毫無影響的 好 我們來做休止 先來做這個玄關式呼吸 再來看火燈 心定定 玄關式呼吸就是 一手玄關 全身放鬆 然後吸氣 從玄關吸進去 然後感受到這個氣充滿全身 所以要這個手指頭 隨著吸氣的時候 張開來這樣 你就會覺得這個氣 從玄關灌到手指尖 要一手玄關才會感受到這個氣 你灌到手指尖 腳指尖 都灌進去 好像氣球膨脹起來一樣 吐氣 你要從口吐出去也可以 你要從玄關出去也可以 重要是吸氣 然後吐氣 就這麼簡單 好 現在開始 好 好